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留住人才却始终是让管理者感到棘手的难题 错误的用人战略常会将企业带到出力不讨好的尴尬地步 等于我是一个黄埔军校啊 我老选进来人培养 然后他被竞争对手拉走了 本期前演讲座 特邀国内著名的人力资源专家张晓彤女士 带给您识人会演 告诉您怎样看人不走眼 敬请关注 张晓彤 著名的人力资源专家 曾在三家欧美跨国公司就职十年 在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工作期间 先后任人力资源主管 招品专员 北方区人力资源经理 诺基亚学院非技术课课程经理 2002至2003年 任金碟软件中国有限公司北方区人力资源总监 张晓彤女士的主要著作有 人才的选育流用 员工关系管理 绩效管理实务 会议管理实务等 接受过张晓彤培训的著名企业有 顶新国际集团 泰康人寿保险 联想集团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 方正科技等 很高兴来到前演讲座 那我今天演讲题目呢 叫如何看人不走眼 是我们人才的招聘选拔 这个人才选拔呢 就像丈母娘选女婿这样 那正好我们这个人力资源圈子里对这个人才的选拔呢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 说这个丈夫啊老去丈母娘那儿去抱怨他这个女儿好吃懒做不干活啊 这个丈夫就跟那个丈母娘说 真倒霉 我怎么选上你们家闺女做老婆了 你这个女儿呢又不干活 又不会做饭 又不会洗衣服 好吃懒做 什么都不干 我真倒霉 我怎么选上她了 丈母娘特别的镇静 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呀 您知足吧 你不觉着我女儿正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她才找了跟你这样的吗 她才没能够嫁得更高啊 如果我女儿跟天仙似的 你能娶着她吗 大家想想丈母娘的话是不是特别有道理 这个叫什么呀 这个就叫选拔中的适才适港 是不是 对吗 什么样的企业 招什么样的人 我们说那个在英文里头 我就跟大家交流一下 有一个词形容选拔是特别特别精确 叫pin match 那个pin叫pin 是大头针和大头针的针尖 这个针尖就叫pin 那个match呢就叫对上了 就吻合 这样match 那一场选财呢就叫pin match 候选人的这个大头针的针尖 对上我 这个职位要求 这个大头针针尖 这一对 对上了 才叫彻底的适才适港 所以选才不容易 针尖哪有 正好对上针尖的时候呢 看看这两个内容 怎么看人不走眼 一个呢是在人才选 就是招聘 体系这方面 我们会出现 很要命的三个字 同音字叫 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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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盲目 还有一通瞎盲 这是咱们第一个 要讲的 在招聘中 怎么通过职责分清 避免这三个忙忙忙 最后把这个招聘 选拔工作 达到这个共赢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第二个模块 那说是胜任素质 现在选拔中的 比较时髦的是说 要按胜任素质模型 来选拔人才 我们讲一点 胜任素质 其实它是选才之本 你选拔一个人的时候 到底是选他冰山上头的 知识技能 是大学英语四级六级 这是知识技能 还是选这个人 冰山下头 他的价值观 自我定位 还有那些软性的技巧 到底选哪个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问自己这样三个问题 尤其是我们在座呀 还有这个电视机前 有老总朋友 那我这三个问题呢 曾把几个老总朋友 问的哭过 不夸张 问哭过 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公司最不成功的招聘 你还记得是哪次吗 记不记得 最是看人看走眼的时候 是哪次 那我所就职的一个公司呢 我知道摔过一个大跟头 是我们用猎头高薪挖来一个国际知名企业的一个销售人 一个销售的经理 事后这个销售经理表现出来的这个这个行为 我们知道 哎呀 招错了 这是最失败的一场招聘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问自己 你解决这场错误的招聘 花了多长时间 你还记得吗 可能要长达半年之久 因为这个员工 尤其你在招一个中层高层管理人员 他上岗以后 不会是第一天就会出现管理方面的问题 是慢慢慢慢发现的 那等到过三个月 过半年 你发现员工士气也下降了 满意度也下降 客户投诉率也提升了 这时候你发现招人招错 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时间要花很长很长 那我遇到过的学员里头 因为我学员大概有五六万人次了 他学员里头最长的时间解决了两年的时间 才把这个人就给就给处理 所谓处理掉 最后问自己一个问题 这个错误的招聘决策 导致损失 你算得出来吗 可能有招聘成本 有猎头费 有这个人的工资 等等 这是有形的损失 那么无形的损失 员工感情上的损伤了 你的纪律的涣散 那士气的低迷 这些损失都不是用钱 能算得出来的 所以这几个问题 拿回去跟我们的老总 问问看看能不能有一个触动 为什么要问这三个问题 因为我经常讲课的时候呢 会碰到有学员朋友跟我这样说 说你是不是后面讲的只适合招白领 或者说中层高层管理人员 那我就是一酒店 我就招一服务员 我就是一个商场 我招一销售员 就还就是等于是最初级的职位 是不是需要花这么大功夫 那我们会说企业里任何一个人头 不管他是扫地的阿姨 前台接线员 还是公司的老总 我们是视为一个人头 一个人 他这个人进来以后 都是直接跟你公司的市值的增加 利润的增长 都可以直接挂上钩的 一会我们看看是怎么连接的 所以只要招任何一个人 我们都会在招聘上花功夫 因为有这样的一句话 如果你舍不得花时间在招贤纳事上 那么这个人进来以后 管理他将会花更长的时间 将会使你感觉更困难 然而以此来要求人力资源部门 也许是错误的 人力资源的工作 没有一两个月见效的东西 它都是慢慢慢慢长久的渗透 您现在收看的是 北京多营时代荣誉出品的前言讲座 那我们进入这个第一个模块 叫职责分清 才能达到共赢 看看这幅图 告诉我右下角那个图 画了一个虫子 那是什么能看出来吗 能不能看出来 蜈蚣 谢天谢地 蜈蚣我知道画的不太像 蜈蚣有一百条腿 你说这一百条腿 他怎么能摆足一步就往前走了 而且不是前腿拉后腿 左腿转右腿 有几个先决条件 蜈蚣怎么样能起步往前走 得有一个人干什么 指挥 但是指挥 他也不一定知道往哪走 我光把这腿走齐了 还得有一个人干什么 定方向 是不是 这蜈蚣自己是在脑子里定方向 那么我们的公司呢 谁来定方向 大头 是不是 大头 我们的老总 就像这个蜈蚣的脑袋 你看左边这个图片 这不就是企业里的蜈蚣吗 这一百条腿代表你企业各个的小部门 对不对 各个的部门 然后老总在前头定着方向 说往哪走 这叫战略 这叫愿景 这叫使命 然后他定完方向 其实他是不应该再负责指挥的 他只做一件事 定方向 那么谁来负责指挥呢 你说呢 谁来负责喊着一 二 一 这一百条腿 大家都步调一致就往前走了 谁啊 是各部门经理吗 是吗 应该不是 如果各部门经理分别喊口令的话 会出现的就是上面写的 一人一把号 各吹各的吊 有没有这种情况 那做人力资源 其实我做人力资源 现在为止是13年的时间 我觉得最遗憾的一件事 就是什么 我们辛辛苦苦招进来优秀的员工 选拔的时候 选进来特优秀的员工 还付很高的工资 进来以后 为什么业绩出不来 有没有这种情况 你做人力资源 有没有这种遗憾 怎么好好的员工出不来业绩 他出不来业绩 咱公司就不能挣钱 利润就不能增长 结果你会发现 红箭头这样的情况 很多员工是磨损在这个企业内耗中 有没有 各部门互相有拉力的 没有人指挥的 各部门各自指挥各的 这就叫一人一把号 各吹各的吊 然后他内耗 大家团队内部 小集团内部 团队合作可好了 结果发现团结起来 一致对外 有这种现象吗 对外就是外面的部门 销售看不上市场 市场看不上研发 研发看不上客服 互相它是有这个拉力的 这个企业车轮是跑不快的 因为摩擦力太大 所以我们把人力资源往高一点说 人力资源是这个喊口令的人 是这个指挥的人 老总定好战略 说往那走 人力资源部是在外头 所有部门的外头 喊着口令 一二一 按照老总的方向往前走的 但是人力资源部喊的 这个口号一二一 是什么呢 这个口令就是行为规范 企业文化 规章制度 各种流程 各种表格 这是企业的一个口令 是协调着大家 一块往前走 不会出现前腿 拉后腿 左腿 拽右腿 这种现象的 那我们是希望 通过人力资源的这个喊口令 把红箭头调理成蓝箭头 这个样子 那你企业里头 只有出现蓝颜色箭头 大家都指着一个方向 这个内耗才会降低 我们招进来的人 才会人尽其才 而且这人尽其才才会给企业 直接产生经济效应 好吧 这是咱们要先把这个人力资源 稍微拔高一点 因为好多企业的人力资源部呢 是从行政部转过来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搞行政转过来 有的时候呢 好像没有那么自信 那我们先把自己拔高 我们人力资源呢 在企业里占一个重要的地位 是协调喊口令的 好吧 那现在说的是一个 理想的状态 其实 现实中是什么样的 看这么一幅图 是不是咱那个大老板 一想起人力资源部 他就这副表情 有没有 郁闷呢 郁闷呢 说这个HR人力资源部 到底是怎么搞的 这人才招进来 这人怎么都不好好干活啊 为什么招人这么困难呢 等等等等 老总你想人力资源部 郁闷 因为人力资源的工作 他没有短期见效的工作 这个同意吗 我们很多人力资源部的朋友呢 说所谓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那就被老板 老板说 你都来了一个月了 这怎么士气还不增长 你都来两个月了 这怎么企业文化还建立不起来 人力资源的工作 没有一两个月见效的东西 它都是慢慢慢慢长久的渗透 所以想起HR人力资源 老总会说 到底怎么搞的 还不见效 然后老总如果这样想的话 我们的中层 我们的企业部门经理 一想起人力资源 就这个样子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们就在在场的 还有在电视机前的 中层经理朋友们 想起人力资源 是不是这样的说 因为人事部有一个说法 是被倒过来念 念什么 人事部 什么 有没有 人事部不是人 还有人力资源 人事部不干人事 有没有这种说法 有没有 那我们业务部门经理呢 在一出现什么 人的方面职责的时候 都会说出现 都怪HR不配合 都怪人力资源部不配合 我们业务这么忙 他招不上来人 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有没有 你看我们这人 好好的就跑了 都怪人事部 当初看人走眼了 这张图片 是那个奥运会 一个教练 记得吗 这网上流传 这么一个图片 他正好发现 是他犯规 正好指着那 那这就像 有点业务部门经理 在推脱责任似的 都怪HR 都怪HR 前沿讲座 覆盖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最具影响力 最实用的 管理类电视节目 感受前沿观念 把握市场脉动 分享商务智慧的 绝佳平台 汇集来自市场前沿的 实战专家 让最具价值的新思想 心里面 新知识 从这里展开 在企业缺乏人才的时候 各部门往往将矛头 指向人力资源部门 问题真的在这里吗 人力资源部 其实它是企业各部门 外头的一个顾问 支持 助理 这么一个角色 真正这个事情做出来的是谁 是我们叫直线的业务部门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京多营时代荣誉出品的前沿讲座 因为我是自己是学英文的 又在外企工作整整十年的期间 跟大家交流一个不太好听的例子 但是它是确实存在的 我跟老外聊天的时候呢 都问觉得我们中方员工怎么样啊 老外众口一词 说中方员工很棒 勤劳勇敢 心地善良 刻苦耐劳 怎么加班都不喊累 我说 我们就这样 还怎么加班都不喊累 但是往往在最后都会有话锋一转 说你们只需要一个改进的地方 就是有点爱打太极拳 这是我这十年受到的应该算是最大的打击 而且我没有办法去还嘴的 因为我们在职责扯不清楚的时候 是容易推手的 承认吗 承认吗 尤其是在我们企业里头一开会 或者说这职责到底是谁的事 这出了这个事 到底是谁的毛病 我们就习惯去玩太极里头的推手那个动作 所以你看这些老外看的还蛮准的 对吗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第一个模块要解决的问题 怎么样避免这个推手 企业的老总中层 还有人力资源部 各司其职才能把人力资源工作 今天我们只是讲招聘这一块 整个做好了 好不好 那你想我们的老板是这样 说人力资源部怎么搞的 我们的中层是这样 都怪人力资源部不配合 人力资源部恐怕只有一种表情 准备好了吗 就是这个样子 像不像 冤啊 冤就一个字 冤你看这孩子冤成什么样 看过那个豆鹅冤吗 豆鹅冤 我说人力资源部比豆鹅还冤 我把一个巨照放在这儿 这就是豆鹅 像吧 这就是人力资源部 你觉得像我吗 就差眼镜 是不是 像不像 真的比豆鹅还冤 就人力资源部 其实它是企业各部门外头的一个顾问啊 支持啊 助理啊 这么一个角色 真正这个事情做出来的是谁 是我们叫直线的业务部门 同意不同意 直线的业务部门 如果这个事情搞不清楚的话 那我们势必就是被这三个字缠绕着 这个写的这个招聘的绩效 它是出不来的 忙忙忙 第一个忙什么意思 茫然就是没目标 没战略 不知道招聘是往哪走 第二个忙是什么意思 组一个词 忙目 忙目就是不知道 每天干的事 跟总的目的有什么关系 那就来一件干一件 来一件干一件 头交代一件 我们干一件 这叫盲目的干活 最后一个忙什么意思 瞎忙是不是 忙碌瞎忙 你看这电话这个纸 像不像人力资源部 那人力资源部是什么的缩写 告诉我 人力资源部英文缩写为什么 HR是不是 HR HR是human resources 人力资源 但是怎么这么巧啊 英文里有另外一个词 直接也缩写为 HR叫消防栓 你觉得像吗 你觉得像吗 消防栓的英文里有两种说法 你看看是不是这两个词 正好缩写为HR 对吗 我说难怪 这HR人力资源 天天像救火 闹了半天 跟消防栓 它是一个单词啊 那消防栓是 着了火就被人拉着 到处救 它可不问火源在哪 是被别人拽着的 你觉得我们人力资源工作像不像有点像消防栓 像吗 那我们就说 咱们首先先沉住气 先别忙着救火 干什么 看看火源在哪 看看火源 其实火源在第一个忙 茫然这 不定招聘战略的 缺一个人就冲向劳动力市场 缺一个人就冲向招聘会 但是你的招聘战略是什么 要稍微高一点 来我们看一幅 这个小小的漫画 有问题要问大家了 来看一下 几秒钟先看一下 干什么呢 他们 这几个阶段 代表你企业 不同的阶段 先对号入座 你的企业在哪一块呢 是成功的企业吗 就是最右边 你看 躺在沙滩上晒太阳 那个太阳就是dollar 是美元 是不是 是赚钱了 这个企业特别成功 比如说IBM 惠普 什么GE 等等等等 这是一类的企业 这种企业 我们采取的招聘战略 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对吧 你要再往下走一点 要不是那个特别成功的企业 正在犹豫阶段 也不确定 或者在挣扎阶段 或者要快溺水了 自己实话实说 掂量掂量 企业在哪一段 采取的招聘战略是完全不同 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比方说举个例子 你企业现在是没救了 或者就是马上要溺水了 这时候你招聘 采用什么战略 你得马上招上来一什么人 马上要溺水 没救了 这得招一什么人呢 力挽狂澜的人 不管花多少钱 不管花高薪 甚至我们所谓说难听 挖墙角 对不对 也要挖来一个迅速能拯救企业的人 这时候钱不是重要的 找来这么一个人是最重要 这是咱们招聘的最高的战略 是救活这个企业 这时候你好像就不应该招很多很多的应届 变成做人才储备对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这是招聘之前要先想的 那越往右边成功的企业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很大的人才库 因为我们现在攻得起这样的人才储备 慢慢培养着 让他帮咱们以后发挥这个竞争优势 所以什么阶段采用什么样的战略 完完全全不同 错误的用人战略 常会将企业带到出力不讨好的尴尬地步 等于我是一个黄埔军校啊 我老选进来人培养 然后他被竞争对手挖走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京多营时代荣誉出品的前沿讲座 通常招聘战略分这三种 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不一行一行念了 第一个吸引战略就是少培训 进来以后能少培训就少培训 而是什么呀 用高薪挖过来别的公司培训好的人 就是这个意思 这叫人才吸引 我们给一点点股票 给一点点激励 或者工资稍微比竞争对手高一点点呢 对关键人才 我们还放尺度放宽一点 薪酬再丰厚 把别的公司培训好的人挖过来 这叫招聘中的吸引战略 第二种战略叫投资战略 也就是多培训 多培养人才 那这投资战略呢 是经常建立要备用人才库 可以多用应届毕业生啊等等 然后呢 进来以后多培训 从一张白纸开始给他描啊画呀 那我们有一个公司专门是做这个 就是保洁是不是 PNG 保洁是招应届毕业生进行人才储备 而世界知名的这么一个公司 这个是投资战略 就是我工资低点 没关系 我招一张白纸 然后咱储备着 培训着 培养着自己的人 投资战略 吸引和投资 是不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战略 各自适合不同的企业 最后一种呢 它叫参与兼培养战略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像惠普那样的公司 像GE 像IBM 像微软 像Cisco 就所谓那些 百年老店了 学习性的组织了 他招进来的人一定是特别能自主 特别能独立的 如果没有培训好 他也是自我学习的能力特别强的 因为在这种企业里头 员工进来以后 他的经理更像教练 你看那足球教练 他不是在厂子里待着 他是在外头 平常让员工们去干 干着不对 教练喊停 指挥 指导一下 你应该这么干 这么干 然后这教练再撤出去 员工全是自己干 这是一个充分授权的组织 所以他的战略应该是 招进来的人是能参与的 能独立工作的这样的人 这是三种不同的战略 那我举一个例子 招聘战略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自己呢 曾经在这个一个国内著名的ERP厂商 其实刚才也介绍了 国内著名这个ERP做财务软件 ERP软件 这个厂商 但是他在国内呢 是排行老二 他竞争对手排行老大 这个老大和老二之间竞争 人才的竞争就会非常激烈 因为大家都用的都是同一波人 是不是 你跟你竞争对手也用的同一波的 毕业生啊 等等等等 受众面是一样的 结果呢 我现在在 我在的这个软件公司呢 总部在深圳 那么这个集团就定好了招聘战略 为了咱们不茫然 我们先定招聘战略 采用的是中间投资战略 说一定要多招应届毕业生 要多培养 要要多开发 要多培训 我们还建立了一个企业大学 那时候我是在北京 任他北方区的人力资源总监 这时候我就跟总部有点 顶上了 就有点矛盾了 我说很对不起 我在我的北方区绝不可能采取你说的投资战略 因为北方区是我们那个竞争对手 国内狼大 他的天下 他的总部是在北京的 我们的总部是在深圳的 那如果我在北京采取投资战略 招来应届毕业生 重新培养 重新培养 培养完两年以后 我是在给别人培养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吗 等于我是一个黄埔军校啊 我老选进来人培养 然后他被竞争对手挖走了 那么我的竞争优势在哪里呢 所以我针对这个区域特性 我说在北京 我们一定会采取吸引战略 对关键人才 我会不惜重金 从我们的竞争对手那儿挖过来 他现成就能用 而且挖过来 为了他工资高啊 我为了他能回报我 我还封他为企业内训师 可不可以让他带徒弟 内部培训师带徒弟 把这些徒弟都带起来 这个是我们说吸引战略 我培训的越少越好 我找人家公司培训好了 我拿来直接能用的 可以吗 等于一家公司 两种招聘战略 是地域性而定的 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公司很大 有各地分支机构啊 一定要加以小心 招聘战略 其实是不需要 整个公司统一 他有地方特性的 那我们到深圳的总部 完完全全就可以采取 人才招聘的投资战略 招很多应届毕业生过来 因为在深圳的总部 这个公司是在深圳非常好 数一数二的公司 那我们进来以后 台岩想跳槽的时候 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地方 可以跳 这样我们就工资稍微低点 然后培训呢 培训培养自己的人才 就人才库就搭建起来了 可以吗 这样的例子 告诉大家 要想不茫然是从最高的 招聘战略开始做 面对人手不足的状况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招聘 其实我们还有其他选择 不招人不行的时候 尽量用临时的外包出去 因为这样省人头费 下期前演讲座将继续邀请 著名的人力资源专家张晓彤女士 带给您识人慧眼 告诉您怎样看人不走眼 敬请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某一职位出现空缺时 人们习惯的做法是 立即招聘人员补足缺额 但是这种做法正确吗 估计会有这样的职位 这个职位在公司成立 开始你设这么一职位 但是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壮大 其实这个职位 为什么设在这 你已经不知道了 本期前演讲座 特邀国内著名的人力资源专家 张晓彤女士 带给您识人慧眼 告诉您怎样看人不走眼 敬请关注 张晓彤 著名的人力资源专家 曾在三家欧美跨国公司就职十年 在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工作期间 先后任人力资源主管 招聘专员 北方区人力资源经理 诺基亚学院非技术课课程经理 2002至2003年 任金碟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北方区人力资源总监 张晓彤女士的主要著作有 人才的选域流用 员工关系管理 绩效管理实务 会议管理实务等 接受过张晓彤培训的著名企业有 鼎芯国际集团 泰康人寿保险 联想集团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 方正科技等 好 继续我们的话题 第二个 不盲目 问大家有一个公司 特别知名的公司 叫盖洛普 听说过没 听说过没 干嘛的 市场调查 市场调查 民意调查 这是一个美国的公司 它呢 曾经花了很长时间 它调查了世界上 说上千万位的员工 他就想弄清楚一件事 说我们一个人头 一个人头的招进来 一会儿招个扫地阿姨 还有前台 还有秘书 还有工程师 还有老总 老总也是一个人头啊 这一个人一个人招进来 到底跟公司最终的市值增加 他怎么链接的上 结果他就发明了一个 其实是发现了一个 叫倒着出来的倒S路径 你看我这个图上 是一个大写字母的S 但是他是从底下出来的 他发现员工进来的时候 其实还叫候选人 来的时候 我们招聘面试测评 背景调查 评估能力素质 一发现这人 哎合适进来吧 进来以后 就适才适港 放到了合适的位置 这一放到合适的位置 是不是就归了各部门了 对吧 人力资源的职能就慢慢淡化 这个人是放在这个部门里头 他只归一个人管 就是这个部门经理 不管你叫什么 叫科长处长 反正就是这个部门的头 这个时候 如果这员工 幸运的遇到一个特别高效的管理者 就是他的头特别棒的时候 这员工会产生投入感 敬业感 而且这种敬业感 一下就跃出这个海平面 成为外在的行为 表现出来的行为 那你看这横线实际上就是一个海平面 我们也就是说 这个员工进来的时候 可能他本身天生又非常优秀 特别投入 特别敬业 但是这个头不灵的时候 员工再怎么投入 敬业都被压制在部门里头 是这么回事吧 他越投入越敬业 跑得越快呀 他越棒 你给的工资越高 他跟你公司 他没半点关系 中间断了 因为高效管理者 这个链子掉了 就是部门经理 这个链子掉了 那这个链子 如果接上了员工投入和敬业 他每天去面对客户 态度特别好 这客户对你才忠诚 客户忠诚 你持续增长 真正赚钱 最后导致市值的增加 是不是这么回事 对吗 所以这个盖洛普 这个倒S路径一发明 一发现出来呢 给我们这招聘工作 还有我们招聘工作的重点 就带来有敌放尸 这么一个作用 你看这个倒S路径里 人力资源部在哪呢 有吗 有吗 就是一进来那会儿 是不是 就人力资源就一进来那会儿 招聘呀 面试啊 其实呢 人力资源部是在这个倒S路径的外头 他在各层都在起着作用 但是他没有参与其中 真正对人力资源 这个员工留住留不住 用好用不好起作用的关键是谁 关键是谁 我们叫line manager直线经理 业务部门的中层的上有老板下有员工的 这一部分管理人员 所以我们人力资源干活要想不盲目 是把这个重点放谁身上啊 放在一线管理者身上 多培训我们的一线管理者朋友 掌握人力资源的技巧 这样的课程叫非人力资源经理的 人力资源培训 这是使我们自己一日后人事工作不盲目 这么一个重点 好吗 这个倒S路径我顺便说一下 有出来两个时髦的说法 看看大家认不认 第一个时髦的说法 说客户其实不是上帝 谁才是上帝 员工同意吗 因为不是你企业面对着客户 是你的一个一个一个的员工面对着客户 所以你只有把员工 让他找到上帝的感觉 他舒舒服服的 他才好好去对待客户呢 那闹了半天 我们人力资源 我们的老总 我们的业务部门 最大的职责是你激励员工 让员工满意 让员工得到上帝的感觉 你这公司就成功了 他自然而然就对待客户就很棒了 这是第一个 客户不是上帝 员工是上帝 第二个时髦的说法 说在公司里头不是只有销售才有客户 世人都有客户 同意吗 同意吗 咱们问一下 一个前台接线员 他客户是谁 谁是前台的客户啊 电话那边所有的人 对不对 还有到公司来访的人 这两拨是前台的客户 如果前台特别敬业 他这么一敬业 客户在电话里听 哎这家公司 这个接线员真专业 肯定这公司错不了 这个声音真甜美 这个公司挺好 印象一好 那这个业务没准就来了 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头 一个人头 跟你股票增值 他是直接通过一定的链子 链接着的 每一个招品都要慎重而慎重 那其中最慎重的是 我们高校的管理者 业务部门 他的选财的这个技巧 是不是很到位 人事部是干什么的 人力资源是初次筛选的 一次面试 二次面试 给你推荐候选人 那么你要不要 是这个部门说了算 是这么一个关系 对吗 所以这个选财的关键 你的企业成败的关键 是在业务部门这儿 因为是你拍板 说要不要这个人的 而且我会再说 可能又不好听了 还没说招聘 先说离职了 各位做不做离职面试 做不做 员工跳槽走了 咱得问问他为什么 走 做吧 离职原因 经常一问 什么原因呢 啊 有的人是不跟你说真话 因为离职的时候 他心里有负担 他就找一借口 说我图发展 是不是 就这么走了 但是离职面试呢 我们跟那个摩托罗拉 学一小招 摩托罗拉离职面试 做的特别棒 他甚至做成了一个项目 叫员工离职后的 忠诚度管理 他怎么做呢 是在员工走的最后一天 开始他辞职 我挽留 他再辞职 我再挽留 这叫挽留面谈 这不叫离职面试 挽留挽留 没挽留住 这人决意要走 把账务什么工资 全都算清楚了 这时候我邀请他过来 做一次离职面试 他没有任何经济负担 思想负担了 他说出来离职原因 那个是一针见血的 对关键员工离职的 都要追踪 询问离职原因 你会发现 时间越久 这个员工越告你真正的原因 他说当初 我就是因为什么什么走的 因为谁走的 嗯 头 绝大多数的离职原因 他说 我是不满你说 我就看不上我那个头啊 我就跟他磨合不了啊 我就算了 走了 各部门与人力资源部门之间 如果职责分工不明确 会给企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企业里头只要业务部门 跟人力资源部一发生内耗 毁的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员工 他不会是别人 您现在收看的是 北京多营时代荣誉出品的 前言讲座 高校管理者 这个顶头上司 是造成员工离职的 排行第一的原因 这个任何企业都没有例外 钱啊 什么福利啊 那是往两三位以后排的 所以我们招聘中 有这么一句顺口溜 你看成立不成立 原来人们进来的时候 加入的是公司 离开的是什么司 上司 成立吗 加入的是公司 离开的是上司 加入的时候 候选人看着这公司真棒 产品又好 企业又有名 光鲜亮丽 他不知道里头什么样 进来以后 他就归一个人管 他不是归公司管的 这个人的执行力高低 直接导致你能不能留住 你的员工 这叫离开的是上司 当这个管理者 执行力不够 管理能力不到位 别人多给200块钱 他都不在你企业呆着 就走了 这个 这个管理者特别高校 宁城 把这个部门弄得跟家似的 特别有凝聚力 外面诱惑少一点点 他都不会离职的 好吗 所以我们这说这个要想人力资源工作不盲目 你抓住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业务部门的经理 培训方面 选财方面都是业务部门经理起着成败的关键 好吗 所以我们人力资源不能一通瞎忙 不能茫然 就是工作重点要放在培训业务部门经理身上 然后我们才会出现不瞎忙 看一幅图 业务部门的中层经理是不是就这样 像不像企业里这么中层一个很郁闷很尴尬这么一个地位 所以我们也建议也呼吁一下我们在座的老板朋友 你但凡有企业有资金有预算有精力有金钱的时候 你培训最重头的要砸在企业的中层身上 因为这层上传下达上行下效一步灵全都断了 就跟两块半片的面包似的 它不值钱了 上下够不着了 好吗 所以我们再说不盲目 是工作有重点花在中层身上 但是你也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 我们的中层经理前方的中层业务部门经理 突业绩特别忙 他最看不上的是谁 是哪个部门 人力资源部财务部总务部 说对了没有 总经办的什么什么 就是这些屋里头的 二线 你就别说二线 直接说屋里头就算了 直接说后院 你们是前方 我们是后院 然后这个中层说这人力资源部财务部 真的真讨厌 一会要一个报表 一会要一个报表 我们前方突业务忙 他们在后方老找茬 有没有这样 那咱们只说人力资源部 在业务部门经理们眼里 人力资源部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也挺像我 也就插一副眼镜 这其实是只猫 但是长得有点像小狐狸 鬼头鬼脑的 我们的员工 还有部门经理都说 这人事部啊 经常像套着个套子的小狐狸 狡猾的 鬼鬼祟祟 暗箱操作 有没有这样 东东给谁 穿个小鞋 谁没打卡了 谁没签到了 谁没交表了 赶紧 你看那底下俩笑的最欢的 都是身有同感的 是不是 要不能笑成这样吗 网上 人力资源总监 总监 那个监是被写成汉奸的监 这个听说过没有 就是我 我自己一直做人力资源总监 到了半天是个总汉奸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位置 冤 觉得很冤 比斗鹅还冤 但是没有办法 很遗憾 这是我们很多企业里 连员工带中层 甚至带老总 对人事部 这么一个看法 那我们也知道 企业里头 只要业务部门 跟人力资源部 一发生内耗 毁得最大的 就是我们的员工 他不会是别人 因为这两拨人 是直接跟我们员工 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的 选财 育财 用财 留财 全发生在这两拨身上 所以这两拨人 是最不能互相打架 你说 这是你职责 这是我职责 他们两拨的职责 应该最应该分清的 咱们干起活来 才不一通瞎忙 好吧 看看职责怎么样分清 人力资源 那个角色定位 其实往高了说 咱们是战略层的 往中间说 咱们是跟各业务部门 构建伙伴关系的 业务部门跟人事部 是一个伙伴的关系 那么 是共同享受业务结果 共同分享管理员工的职责 但是共同这两个字 共享这两个字 咱们应该把它 职责分清的前提下 再想这个共享这两个字 前沿讲座 覆盖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最具影响力 最实用的管理类电视节目 感受前沿观念 把握市场脉动 分享商务智慧的绝佳平台 汇集来自市场前沿的实战专家 让最具价值的新思想 心理念 新知识 从这里展开 当某一职位出现空缺时 人们习惯的做法是 立即招聘人员 补足缺额 但是这种做法正确吗 估计会有这样的职位 这个职位在公司成立 开始你设这么一职位 但是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 壮大 其实这个职位 为什么设在这儿 你已经不知道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 北京多营时代荣誉出品的 前沿讲座 看看这个样本 这是我在曾经任职过的公司 就是诺基亚 诺基亚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我们做了什么呢 做了一个中层经理的指南 叫经理指南 这个经理指南呢 把跟人有关系的角色 咱们全一分两半 看看左边哈 人力资源部在招聘选财方面 只负责干左边这件事 这些事 第一 规划整个招聘流程 对吧 对不对 第二个 实施招聘过程 该劳务市场 该猎头 该那个报纸广告 这叫实施 第三个 实施完了评价 整个招聘流程 招聘成本是高了低了 评价一下 第四个 一旦进入选财的时候 人事部负责设计申请表格 再往下 参与面试 你看这儿写的是参与 可没写决定 再往下 如果需要心理测验 人力资源部要选择 用哪种心理测验 并且实施 再往下 如果需要背景调查的话 人力资源负责去背景调查 接着参与聘用决定 这儿可没有决定 没有做决定 它是参与聘用决定 真正拍板在右边写着呢 再往下 最重要一个重头戏是 就招聘面试技巧 给业务部门经理适当的培训和资讯工作 他是干这样的事的 他这边职责清楚了没有 然后再往右边看 业务部门经理是干什么的 在整个招聘中 第一是辨认招聘需要 需不需要招人呢 人力资源部控制的公司的总人头 是招人招多少 裁人裁多少 他是控制总人头的 至于到各个部门 要需要配几个人 他是部门经理提出招聘要求 他的头批了 然后送给人力资源部进行招聘的 是这么一个流程 因为我们人力资源部 说实话是没有太大的资格 讲你研发部门 需要配几个程序员合适的 因为我们不懂 对不对 不做这个业务 不懂 所以这个一个人 这个部门需要招几个人 我们是放在直线业务层 他来审批的 人是不控制总人头的 所以你看辨认 部门招聘需要 在右边 业务部门经理职责里头 然后向人力资源部 传达你招聘需要 一有招聘会 不能出现 人事部坐那收简历 其他人没人了 有招聘会的时候 用人的经理 要派人 或者他亲自去招聘会上 向候选人传达信息 这是他的职责 再往下 确定每个职位 具体所需的能力 再往下评估候选人 就是参与 就是面试 最终拍板 做这个聘用谁 不聘用谁的决定 这里还应该有个括号 如果这业务部门的经理 没有资格拍板 是他的头 顶头上司 来做这个雇佣决定 这个雇佣决定 不应该在人事部这边 好吧 我们用这个经理指南 那就把这职责 完完全全 就给分清楚了 但是每一次到这的时候 都会有学员朋友 来挑战我 说我们中国人碍于情面 能分这么清楚吗 这还叫团队合作吗 这不叫小葱半豆腐 一清二白吗 敬畏分明吗 这多不有利于安定团结 多不团队合作呀 我上公开课 经常是二三百人的呀 这样大课 学员朋友就这样问我 那说的有的别的朋友 就连连点头 这时候我真的就 我说我把话说难听一点 我觉得很多公司 毁就毁在你说的那种团队合作上 你说的团队合作是 碍于情面的团队合作 就是这事你能干 我也能干 他干也说的过去 那人干也沾边 最终的结果 他就是没有人干 就是那八个字 集体负责等于集体免责 是不是这样 那我说我介绍这个团队合作呢 是也有一个前提 叫职责分清 资源共享 这是真正的团队合作 那我把这个再说一遍 职责分清 资源共享 团队合作 团队合作 才能达到公益 好吗 避免这种共同 共同 共同 这两个字是最要不得的 好吧 这是咱们说 不盲目 然后最后 第一个模块的 最后我们看一下 怎么样不瞎忙 就忙忙忙 到了第三个了 怎么样不瞎忙 是走好每一步的招聘流程 这咱们只挑重点 不一个一个去念 只挑重点去讲一下 第一个 当你想招人的时候 先别瞎忙 冲向劳动力市场 先问自己 这真是一个空缺吗 这需要招人吗 真是一个空缺吗 只要公司成立 那么七八年 十来年以上的 估计会有这样的职位 这个职位在公司成立开始 你设这么一职位 但是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 壮大 其实这个职位 为什么设在这 你已经不知道了 有吗 有这样的职位吗 我们还会凭着惯性 说缺一个招一个 缺一个招一个 其实这职位 可以直接删除的 成立一段的公司 七八年 十来年 你要回顾一下 有没有职位 你看上去缺人 但这职位直接删下去 后面流程全不用走 我们也不用一通瞎忙了 如果答的是no 不能删除 再问能合并不行 有没有两个工作不饱和的职位 我们给他合并成一个职位 那么你只走一个人头的招聘流程 我们也不瞎忙 时间也省 好吗 如果你还答的是no 还缺人 那这代表是一个工作空缺 我们进入第二步 面对人手不足的状况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招聘 其实我们还有其他选择 不招人不行的时候 尽量用临时的外包出去 因为这样省人头费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京多营时代荣誉出品的前言讲座 怎么弥补这个工作空缺呀 不一定需要招人 不一定上劳动力市场去招人 用现有的员工 你激励他们呢 多激励他们 把他们那个火苗燃的旺旺的 让他一个人多干好几个人的活 这空缺不就补上了吗 所以我们说选人的时候 趁着空缺有空缺的时候 是激励底下人最好的机会 不用可就亏了 就怕缺一个外头招一个 缺一个外头招一个 你直接告诉底下人 你是没有机会的 你传达就是这个信息啊 所以第二步 我们看看不招人行不行 第一个解决方法 加班 有点黑啊 有没有这样的职位 就是说你不招人 但是让底下人平均加价班 就能把这空缺给顶上 有没有这样的职位 有没有 行政方面的职位和操作型的职位 都是这样的职位 平均着分摊工作强度 加价班 你给点加班费 就可以了 那我接下来一个问题 问你加班费 现金能不能激励员工 你觉得呢 点头还是摇头 现金 能吧 但是只能激励一部分员工 对大部分员工没用哈 激励什么样的员工 缺钱的吧 但是你要对症下药 给最需要的人 他就叫激励 好吧 然后第二个 如果加班不行 还有一招叫工作再设计 什么意思啊 我们说把空缺的这个职位职责给精简一下 不招人 把这个职责加在你现有员工中 你想提拔的那个苗子身上 或者你想留住的关键人才身上 把他职责加给他 这有一个术语就学名叫工作扩大化 加职责 但是不给他升官 也不多发奖金 也不涨工资 也不升官 就是把职责给他加上 然后经理 语重心肠的拍拍肩膀 说小伙子挑上你没错的 好好干 一定能成 这叫不要激励 叫这是激励谁的 就激励都得对症啊 对准了人 否则就是负激励 这种激励拍拍肩膀 小伙子好好干 这是激励谁的 职场新兴人类 同意吗 大学毕业啊 一两年 想想我们毕业那会儿 是不是特别想在头面前 眼里头显好 有没有那么一个 特别想做一番事业 给我拍的活越多 我越是奸选越向前 干出样子给你看看 有这么一个年龄段的 所以这部分人 工作在设计 完完全全就是激励 没问题的 第二拨人特别受这种激励的 是马斯洛需求理论中 最高层的那种人 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 就是目标高了 他觉着有劲 目标低了 觉着没劲 走了 那么你用让他多干很多活 多管很多事 鼓励他这自我实现的欲望 发泄出来 他也就把工作空缺就补上了 所以我们说激励 有一句土话 可能是北京的土话 叫看人下菜碟 什么意思 来什么人上什么菜 是吧 你喜欢什么样 我给你上什么菜 员工收到这个认可 他就叫激励 他激励这个火苗一着 可能一个人干出两个人 三个人的活 你还招聘干什么呀 对吗 用这个激励的手段 就可以还节省人头 还鼓舞员工士气 一时几鸟的都说不上了 好不好 所以呢 这我们说不招人的时候 可以用加班 可以用工作再设计 第三个稍微提醒一下 我们人力资源部的朋友 如果你发现 这企业里平均的员工流失率 特别低 但总有一两个部门 他的员工老留不住 可能是谁的问题 头的问题 直线经理 当然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所在的这个部门特别热 市场需求特别热门 老被挖走 但是更大的原因 是在这个直线经理 那是那个火源 所以我们也就别瞎忙 他缺一个 我们招一个 缺一个 我们招一个 再优秀的员工 来了不是依然要走吗 所以我们这会儿 瞎忙的同时 喊停 看看这个火源在哪 如果真的在直线经理身上 我们人力资源部 要负责打小报告 这是难听了 说打小报告 说我们发现平均流失率是百分之多少 他的部门流失率高达百分之多少 建议公司看一看这个直线经理者 他的管理机能有没有到位 是培训呢 还是头跟他沟通啊 还是转岗啊 甚至是彻职啊 这个是火源 好吧 这是保证我们不瞎忙 这么一个关键 再往下简单说两句 不招人 不行的时候 尽量用临时的外包出去 因为这样省人头费 人头 非常费钱 是工资 大概再加上工资的 百分之四十多的福利 才是人头费啊 好吧 所以能不用固定人头 用外面临时租 用外包 我们就用临时 临时实在不行 再用固定的 固定的尽量从内部招 然后不行 从外部招 这个招聘是一步一步一步 走到外面去 好吧 那这是流程中最重要的 第一步和第二步 当企业培训支出过高的时候 人力资源部门也许应该反思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你闲着没事 你培训鸭子上树干什么呀 你真要上树的职位 为什么不找个松鼠 为什么不找个猴 那就是上树的料啊 优优独播剧场 面对蜂拥而至的人才 企业却不知如何选拔 这种现象 尝试管理者感到困惑 招人 招什么样的人呢 是他的价值观和定位和需求 正好吻合你的企业的价值观 和能给他的需求 这个人干活是最冲的 本期前演讲座 特邀国内著名的人力资源专家 张晓彤女士 带给您识人会言 告诉您怎样看人不走眼 敬请关注 张晓彤 著名的人力资源专家 曾在三家欧美跨国公司就职十年 在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工作期间 先后任人力资源主管 招聘专员 北方区人力资源经理 诺基亚学院非技术课课程经理 2002至2003年 任金碟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北方区人力资源总监 张晓彤女士的主要著作有 人才的选域流用 员工关系管理 绩效管理实务 会议管理实务等 接受过张晓彤培训的著名企业有 顶新国际集团 太康人寿保险 联想集团 中国纺组品进出口总公司 方正科技的 好 继续我们的话题 请问三个小家伙在干什么 来说说看 他们在干什么 开冰箱干嘛呢 找吃的 行 还好 没用偷 找吃的 找点吃的 我估计这三个宠物是两个猫 两个狗 一只猫 趁主人不在夜深人静 开开冰箱 翻点吃的 最终找到了半袋啤酒 那上面写的是beer 他们仨合作着 就把这啤酒给拿下来了 是不是 你看这是三方合作呀 你看看他们三个 谁负责干嘛 谁干嘛 谁干嘛 都有干什么的 职责特别清楚 那大狗负责干嘛 放风 好 这嘴好 坐底 是不是 坐底 放风 中间那狗干嘛 支撑着 身材轻便 支撑着 最上的那猫干什么 实施 再换 再时毛点 叫执行 是不是 上那个猫执行 三方合作 把这个啤酒给拿下来了 但是实际上 我有话要挑战你 你不觉着 那个大狗 自己站起来 就一人多高吗 他根本不需要 上他那俩小东西 他自己一站起来 够什么都能够着 干嘛非要 他们俩合作 为什么 说说看 他负责放风 他一边回头 一边够着 也可以放风了 为什么 他非让那俩家伙去上 被猫举报了 或者说 一旦被主人抓住 责任咱就分了 是不是 他责任够小 对大狗说 我没偷 我没偷 不是我干的 我根本没动手 是不是 中间那狗说 我也没偷 我就在中间站着来着 那个猫说 是他们给我拖上去的 集体负责 是不是就等于集体免责 你想企业 有没有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 真的是毁掉你那企业 做不久 做不大 这个根源 就叫内耗 那这个狗 为什么让他俩去 其中有没有授权 放手 让下属锻炼 有没有 可不可以 授权 锻炼 培训 一旦我老了 干不动了 你们替我干 其实这个还真得说两句 咱们好多民营企业家朋友 尤其是家族制企业家朋友 他自己是干这行出身 有吗 自己特别专业 比下属干的都好 我就发现经常有人说 看着下属干活不利索 哎呀 真够费劲 你们起来我来干 他先干了 好多老总还喊着过时的一句话 叫同志们跟我冲 他老冲最前的 您要我冲最前的 还叫老总吗 还叫吗 应该不叫吧 所以我们现在不应该喊 同志们跟我冲 叫同志们 给我上 给我上 我不上 但是我在底下只干两件事 一个是定方向 我们要把这个路子走 对 往那走 这就是蜈蚣的脑袋 再有一个是提供一个坚实的后背 就跟这个大狗是提供激励 你们给我上 我用激励激励着你多干活 我在底下待着 我不干 什么事你都干 那真的不叫老总了 好吧 所以咱们这底下这层大狗 是企业的管理层 老总 老总 各干各的一亩三分地 好吧 那我自己经常发现的 挺遗憾的 咱也别留情面 很多公司老总都在干中层的事 有没有 那你把中层的职责挤了 中层就只好干什么事 基层的事 基层员工就干什么事 他就不干事 或者一通瞎忙 实在闲着没事 他干老总的事 忧国忧民 考虑一下公司长远发展 考虑一下公司福利制度 那项不到位问题 你说那是员工该考虑的吗 你把他职责抢了 这叫向下错位 蛮危险的 你向下错位的时候 员工只有向上错位 是怪不了员工的 你没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把人家职责给做了 好吧 这是我们说职责分清楚 老总就干两件事 定战略提供激励 那请问中间这小狗是谁 中层 我估计应该不叫中层 中层经常被誉为直行层 所以我怀疑那只猫是中层 直接够啤酒的 这个是中层 那中间这是谁啊 在家的 就是你瞧瞧话说的 就是那个后院的 人力资源部 你想想 人力资源部在企业 是不是这么一个位置 它是一骨头架子 这是我最深的感触 人是不是一个骨头架子 是搭框架的 这个架子上挂的是企业文化理念 行行为规范流程制度 表格这架子都给他挂好了 但是他不是天天运用这些表格 运用这些制度的人 对不对 他是把这架子称好了 给谁去用啊 给直线的业务层去用 直线的业务层就是上头那只猫 我们说执行层 这只猫怎么把啤酒成功的拿到手 是在下头路走队的前提下 提供一个B绑支持激励的前提下 中间这小狗就支撑 要什么制度 有什么制度 要什么规章 有什么规章 支撑的这个前提下 他真正才能执行成功 对吗 他才是百分之百的执行 所以这儿我们说两个字 共赢 共赢有前提 再重复一下那几个字 职责分清资源共享 这是我们说真正的供应 好吗 在人力资源管理这方面 职责分清资源共享 团队合作达到真正的供应 那么换句大白话 各管各的一亩三分地 各自行使各自对员工的权利和义务 企业求贤若渴 招聘雷厉风景 然而却可能招不来人才 你在不定好招聘战略 在不定好位 在不定好招聘的尺度 就急火火冲向劳动力市场 你是招不来人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 北京多营时代荣誉出品的前沿讲座 公司最难招的是什么职位 最难招是人力资源部的 好多学员跟我说是高级徽领 就是特别有技术的那种技术工人 是不是 这是我在全国各地听说的 但是呢 我就想问 你公司的职位在南昭 他能不能南昭过这个人 会不会 杨立伟啊 多少人力挑一个呀 因为我父母是航天部的 跟这还有点关系 我对这杨立伟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就一直追踪着他的报道 我知道这是百里挑一 千里挑一万里挑一 到最后挑出仨人 临上去 之前那两天还心里测评了 一个遍 最后挑中的是他 对吗 那两个人就没有机会了 你说挑他难不难 难吗 好多人告我不难 他们说反正就关机舱里 一按按钮就上去了 放个谁都行 好像不会 他挑出来很难 但是这个人挑的很容易 是因为他衡量的尺子比较精确 同意不同意 有一个坎 一个坎 一个坎 卡着他 这个尺度越精确 卡出来的人就是他 所以这招的人特别准 首先你们看看 这个人要什么样的素质 正值身体 业务素质要不要 业务 他有一个字眼叫走程序 天天背这些业务 那个表盘一共仓里有五六十个表盘 一旦电脑失灵 他全部是手工操作 后来这个人就业务熟到 一闭眼睛 这手下意识的先摸哪个 后摸哪个 他就能走整个的流程 就这么熟 那么最后一个心理素质 是不是要 要吗 绝对 这个人有一个抗压能力 要特别特别强 这是咱们最时髦的一种说法 智商叫什么Q IQ 说IQ过时了 是不是 有没有这种说法 什么商才重要 情商叫EQ 现在EQ也过时了 说IQ EQ正常都不行 还有一Q 别干我QQ 还一Q是什么 智商 情商 逆商 对 逆商叫AQ 大写的A 大写的A 逆商 逆是逆境的意思 逆商高的人 是抗压力能力特别强 外界动荡 变化 别人都乱 他还能不乱 这个是逆商特别高的人 你想你前里 这种人多吗 应该不太多 这是现在咱们选材 最关键的一个 就是逆商要特别特别高 看人不走眼 是在逆境环境下 他智商和情商还能得到正常发挥的人 这个是AQ高的人 杨立伟就是这么一个人 那我追踪那个报道 家里都是搞航天的 我经常看这种报道 国外的宇航员在倒计时 马上要飞的时候 他都紧张了 这一按按牛 您是功成名就 还是化成灰了 是吧 特别紧张 心跳平均是114次 人阳立伟同志倒计时的时候 心跳是64次 后来我还跟我爸说 我说这人肯定是吓晕了 我肯定吓晕了 那我爸就学航天物理的 他就真的是很懂这事 他说不是 他是因为太心 胸有成竹 太有术 太镇定 抗压能力太强 因为他平常的心跳 是59到60次 就很棒 就很慢 连了上飞 这个飞的时候 才快了五六次而已 很镇定这么一个人 那你其实也看 要想像选阳立伟这么容易 有一个前提 尺度越精确 卡的人越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面试中一术语 叫面试的维度 维度就是尺子 就是刻度 维是维护的 就是这个刻度 你把这个尺度弄好了 就跟一个模子似的 你上外头卡一个人 进来 这人就合适 马上就能干活 但是咱们不是像招杨立伟这么招 咱是从这招的 这哪啊 人在市场 给你什么感觉 晕 一个字晕 两个字就是郁闷 是吧 这里头 谁是财是港 你招得出来吗 乱了 你在不定好招聘战略 在不定好位 在不定好招聘的尺度 就急火火冲向劳动力市场 你是招不来人的 所以要想招人 就是从战略 定位 尺度 每一个职位 要求的那个刻度是什么 咱们拿着这个模子 上这里套 他就招来咱们合适的人了 是这么招的 好吧 如果没有这个面试维度的话 咱们一想起招聘 就这表情 是不是 你瞧这大心情 我绝对也像我 茫茫人海 谁是我需要的人呢 我需要的是人才 这里头有人力呀 劳动力呀 有没有 我需要的是人才 但是这里头也有人精啊 有没有 人精你还真不一定要得起 我需要的是人才 那里头也有一些人灾吧 有没有 灾害的灾呀 对吧 所以前提 我们再说尺度 尺度 尺度 面试的维度 前言讲座 覆盖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最具影响力 最实用的管理类电视节目 感受前言观念 把握市场脉动 分享商务智慧的绝佳平台 汇集来自市场前言的实战专家 让最具价值的新思想 心理念 新知识 从这里展开 面对蜂拥而至的人才 企业却不知如何选拔 这种现象 尝试管理者感到困惑 招人 招什么样的人呢 是他的价值观和定位和需求 正好吻合你的企业的价值观 和能给他的需求 这个人干活是最冲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 北京多营时代荣誉出品的前言讲座 这个老同志 这个老爷爷 看他白发苍苍一老爷爷 现在还活着 叫麦克里兰 他呢 在1973年 其实他从50年代 就发现有一个东西 特别有意思 在1973年发表一篇文章 这个1973年这篇文章 标志着这么一个词出来 叫competency 胜任素质 我们北方叫胜任素质 南方更容易叫胜任资质 其实是一个词 就叫competency 那这个老爷爷呢 他是50年代呢 在哈佛教书呢 后来美国国务院就说 你去哈佛给咱挑挑 能当美国外交官的人 因为那是咱顶尖的学府 一定出外交官的 他就去挑 挑挑挑挑 结果觉得不对 这个能当美国外交官 你说智商情商逆商 他得怎么排序啊 什么商要特高 外交官 情商也得特高 逆境商也得特别高 对不对 我倒情愿把那AQ逆商 放头一杯 因为外交官 他随时要准备处理 各种突发事件 然后再往后是排 情商 EQ 因为他要跨国 跨种族 跨文化的这种沟通 他沟通能力一定要特别强 情商要特别高 他就老琢磨 这事一直到1973年 他琢磨清楚了 发表一篇文章 叫Testing for Competency Rather than Intelligence 要测就测这个人的胜任素质 而不仅仅是智力因素 这篇文章标志着胜任素质的开端 胜任素质 我们不会说 就长篇大论讲特多 他总的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冰山模型 说人分冰山上头 你看得见的 冰山下头 你看不见的 冰山下头那些东西 你读读看 都是很软性的 有的是天生的 有的是很早很小就成型 有的是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成型了 比如说价值观 他不太容易改的 对不对 而冰山上头那个知识技能 他是很容易得到培训的 就是这个人的冰山下头的东西 是他的价值观 定位 需求 人格 特质 好吧 那这里咱们讲个例子 关于我的 培训界有一个知名的大腕 特别特别有名的 于是为 知道吧 知道 现在都不敢说 不知道他了 于是为 特别有名 快六十了 一老同志 然后呢 他又会出现这个现象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课 他恨不得得讲三百多天课 他的课动辄就是上百人 好几百人听 他说 我每次讲一次课 也许就会有那几百个职业经理人 少犯那十一项基本错误 他这么说的 你说这事如果是真的的话 他是什么的 冰山下头哪一块 价值观 培训很重要 所以我做 所以我三百六十五天 我要做三百多天 因为这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所以他就做 第二个是他的自我定位 培训对我来说是传道授业解惑 而不仅仅是挣钱 所以他就这样做 然后第三个需求 这于是为一定是马斯洛需求哪层的 你觉得 他不是第四层 就是第五层 他只有这两个可能 第四层是尊重和认可 他需要学员的这个 这个尊重 第五层是自我实现 他要不断的自我挑战 突破自己 肯定就是这两层 我估计是第五层的 所以这三个价值观定位需求 导致着他的知识和技能就使劲用 他用了他知识技能 大家也就都收益了 就得利了 是不是 这是冰山底下的东西 在督促着他干活 用三百多天 是冰山下头决定 他不是知识技能决定的 为什么我不用 我说我这段时间 这两三年 我的价值观是工作生活平衡 生活对我很重要 所以我要享受生活 就这段时间为止 我不是一直都这人 先解释一下 然后自我定位 是工作生活平衡 一旦工作给生活冲突了 怎么办 生活 工作给生活让步 这两年 我是这么个定位 而且这个需求 你听我这么一说 我是马斯洛第几层的 第三层 第三层是归属感 第一层是生理 第二层是安全 第三层是归属 第四层是尊重认可 第五层是自我实现 我这一个时间段 完完全全就是归属感 占上风 归属感是亲情 友情 家庭 子女 孩子 朋友 自己的小团体 是这个占上风 所以当我有这个需求的话 我的工作 跟我这个需求 这个定位 发生冲突的话 我情愿选择知识技能 我不用 我就给你用十天 是不是这么一个关系 对吗 所以这个 用三百多天 和一年用 一个月用十天 他知识技能的分享度 是不一样的 但是跟这人知识技能高低 是没关系 全在冰山下头 所以就会知道招人 招什么样的人呢 是他的价值观 和定位和需求 正好吻合你的企业的价值观 和能给他的需求 这个人干活是最冲的 当企业培训支出过高的时候 人力资源部门 也许应该反思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你闲着没事 你培训鸭子上树干什么呀 你真要上树的职位 为什么不找个松鼠 为什么不找个猴 那就是上树的料啊 您现在收看的是 北京多营时代 荣誉出品的前言讲座 那我再问一下 这个基本上 咱们到了最后 这生日素质 于是为老师 适合到什么样的公司上班 什么样的 创业期的 对不对 创业完了以后 二次腾飞的 总之是这个 业务突飞猛进 职责还不是特别明确 或者新兴的这些公司 大家需要自动自发 齐心合理就干吧 于是为老师 肯定干的特别好 我就差点 但是我也不是坏蛋呢 我就这两年 选择这个定位 怎么了 我也有适合我的公司 那我适合到 什么样公司上班 稳定的 什么样公司是稳定的 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 微软 惠普 IBM 诺基亚 就这些成立一百多年的公司 所以这回你知道 为什么你招聘 民营企业招空降兵 一招就死 一招就死 有没有这种现象 有没有 为什么 不是空降兵不好 不是你的企业不好 没match 没有吻合上 他的价值观 这些东西 你招聘的时候 一定是看着这个 空降兵的知识 技能来的 对不对 就像我在的 那个软件公司 从跨国公司 挖 那家公司渠道管理 做的好 我们就高薪 挖他渠道管理的总监来 知识技能不错 忽略了一点 他下值观 认可你的企业吗 他定位是这种定位吗 他需求你满足了吗 这些满足了 他才能出活啊 所以招人 一定是招冰山下头啊 知识技能 永远是最好培训 差一点点 他没关系 好吧 那最后我们讲一下 人格特质 他们说呢 人格特质 是在形成胎儿的过程中 基因排列顺序不同 那个我们是改不了的 天生的 那基因怎么排列 就导致你出来是什么人格 那否则没有这点的话 一个妈生的两孩子 一个爸妈生的两孩子 他遗传应该是一样的 对不对 性格方面 只要没分开养 没有什么这个裂痕 性格应该是很协调的 但你会发现家里两孩子 性格完全相反的 常见不常见 非常常见 我自己家就是这么一个典型 我跟我妹妹 我从小玩一个小娃娃 我就是拍着她睡觉 这是普通女孩子 玩娃娃的方法 我妹从小就是拿剪刀 给娃娃开膛破肚 从小 两岁开始 我就注意了 老把那棉花都给掏开 因为她总想 这娃娃一摁一叫 一摁一叫 到底在哪叫 到底在哪 我给她剪开肚子 我看看 我觉得这是有创新力 对不对 有这个想象力 爱迪生也不过如此 但是那时候 我们小的时候 并不鼓励 因为家里情况不好 你毁娃娃 后果很严重 上司很生气 领导很生气 结果我爸就 啪一巴着 让你拆这娃娃 你看你姐姐多好 因为我就是一普通孩子 然后长大以后呢 到了有那个黑白电视 那个阶段 我爸是学航天物理的 他就凭着自己 这专业 自己传了一个小电视 黑白电视 九寸的 见过哈 见过 然后轰动了整个楼道 楼道里小朋友 搬着小板凳 都过来看电视 我那时候 自然而然的 我就站电视机前 组织小朋友 你坐这 你坐那 你别说话 你说话上墙那站着去 也没人选我 但是我就在那组织 我妹趁人不注意 都拿改锥上电视后头去 她想把那个壳给撬开 因为她老弄不明白 那个播音员阿姨 到底怎么进去的 为什么老在那播 天天都是她播 她也不咳 也不喝水 是不是在那盖里头藏着 那里头是不是有东西 来我撬开看看 你说这毁电视 和毁娃娃就不一样了 对吧 所以那时候 我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看着我妹妹 别把电视机给毁了 然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理解了什么叫同床异梦 因为我们俩躺在一个床上 然后我妹就说 姐呀 你说那阿姨这时候睡了吗 还想那事 她说要不我把电视拆开看看 你别跟爸说 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说你管得着吗 因为那时候 我心里想的是 昨天看电视 那男孩不听我话 你看到第二天 怎么收拾他 同床异梦 就从小就想的这样的事 现在长大了 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职位 两个行业 我还是跟人打交道 我妹妹一开始是教机械工业制图 特别棒的一个老师 机械工业制图啊 车床 齿轮 梁具 模具 多烦呢 是不是 他把每个小零件都画得那么漂亮 这对我来说是永远完不成的任务 这叫失财失岗了 对吗 这我也就相信 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真的是基因形成的过程中 排列顺序不一样的 那人格特制 你是无法用几次培训 把它转变的吧 那我们也有一个笑话 是讽刺那个美国西点军校的 西点军校以培训特别严格著称 他们说呀 什么样来的人 我们都能给他训好了 不瞒你说 你就是来只鸭子 几天以后 我们都给他培训的能上树 后来外界就有人说 你闲着没事 你培训鸭子上树干什么呀 你真要上树的职位 为什么不找个松鼠 为什么不找个猴 那就是上树的料啊 你这不是闲着没事 你教鸭子上树 瞎耽误功夫吗 好吧 所以你也知道 你企业里万一想找一部门经理 你招的是数学家陈景润同志 那会出现什么情况 郁闷的是谁 连陈景润带这个部门 带他所有的员工 带你整个的公司 对吗 但陈景润 他知识技能是干什么的 是干什么的料 搞科研 钻研 一个人从事一个项目的料 对吗 这个叫 市财 市港 好吗 那我们用一个图结束 那圣人素质呢 是说当你的性格 知识 态度 尤其是性格方面 跟职位的要求越吻合的时候 你的绩效可能越高 因为性格是有连贯性 你要给他突然改掉的可能性不大 不要指着几次培训潜能开发呀 立志课呀等等 把这人性格改了 那是不可能 所以你只好找什么样的人 你的职位是什么样的性格 处事方式 你拿这个模子去套 外面有这个性格 有这个处事方式的人 这是我们说真正的 市财市港 使我们的看人不走眼 那我们主讲部分呢 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